我告诉你啊 过年的五花肉 不要应该炒着吃了 跟我这样做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而且做法还非常简单 切好的五花肉 加入一勺盐 清水 浸泡十分钟 看看里面 泡出了很多杂质和脏东西 钻干水分 锅里不用放油 直接下锅煸炒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焦灶菜 头都想大了好几圈 能不能给我个小红心 努力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炒出多余的油脂 这才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再把作业的油脂盛出来 炒大白菜 放葱姜 干辣椒 一包胡椒料 既能上色 又能火味 加一罐啤酒和开水 锅盖炖五十分钟 大火收汁 再撒点蒜苗 这样做的胡椒肉 肥而不腻 瘦而不柴 非常好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